剑圣纵身一跃 骑上宫本一郎脖子 再一次 吓得宫本丢掉了袍子 落荒而逃 东阳第一武士不过如此 台下掌声雷动 可一声惨叫 耍帽的老伯倒在血泊中 行凶者 正是两个东阳武士 瞬间人群四散 此时少侠一跃而出 杀人偿命 血债血偿 说完 便把宝剑递给老伯妻子 一跃上前 电光火时间 挡住剑柄 反手斩杀一人 再一推 凶手便扑向了老太手中的宝剑 在我滑下国土 启荣窝寇作乱 少侠一转身 一篮一男子投来欣赏目光 少侠奉劝 随便带着剑 没什么好处的 却不知此人 正是当时剑圣 本届中日决斗的主角 日本第一武士这边 正准备出发 忽然红发鬼黑暗中突袭 红发鬼黑暗中突袭 宫本寒风出脚 剑招招招 鬼刀一出 红发鬼转眼倒地 可宫本回过头 却发现奄奄一息的师父 此举师测试徒弟实力 以性命督促他赢下决斗 宫本感恩 跪地出发 可刚来到中原 便被一少侠拦住屈领 少侠招招被要害 宫本轻松躲过 鬼刀一出 对方便彻底泄了气 下一刀 就能刺中要害 宫本却迅速收手 在下是不跟女人交手的 日本金格寺主持 上少林挑衅 方长 出手教训 三招之后便不敌 眼看千年生育毁于金底 此时一白衣身影闪出 一招便制服了日本和尚金田邦 正是剑圣 可他并无半思担心 似乎这十年一战 宫本一郎必胜无疑 而决战之地 就是圣剑山庄 终日两大高手终于见面 此时受庄主出门迎接 竟是当日挑战宫本的少侠 一身男儿打扮 便带两人见到了庄主 老子身轻如业 独坐湖中扶草钓鱼 岸边两人知道事在事逃 纵身一跃 百米之远 不料庄主甩出鱼线 轻轻已拉 草团便迅速远去 剑圣一把甩出鸣剑 右脚一踏 宫本则双手持刀 双脚戒力 两人同时踏足扶草团 庄主赞不绝高 终日决战 十年一次 二位可谓前无来者 圣剑山庄 历代顶级高手 死后都葬于此地 乃细武之刃无上荣誉 二人若有所思 可就在此时 忽然坟墓爆炸 身后一黑一忍者突袭 忍者飙飞出 直冲着剑圣 宫本持刀追去 不料刺客竟然躲进 金田八仿剑 他当即去到金田八 这才得知 一切都是阴谋 将军让金田八暗杀剑圣 让少庄主圣南代替剑圣 再让宫本故意输给圣南 圣剑山庄便可名扬天下 作为代价 庄主配合日本忍者 四处抓捕前来附会的各路高手掌门 宫本听后当即跪地 可师父为自己以命祭剑 小光大新鹰派 他则无旁贷 决战必须使出权力 而与此同时 附会的各路掌门正遭遇不测 地面忽然剧烈震动 少林方丈一回头 面前的忍者两米九 纵身一跃 一分为六 瞬间遁地 黄沙四起 再一刀砍去 撒出铁网 方丈便再无招架之力 平原刀客走夜路 三个忍者架着风筝突袭 一刀一个砍倒在地 可转头一看 天上飞来F 阿尔沙尔集群 武功再高也不能敌 剑圣一抬头 两具棺材飞天而去 他追随而去 发现忍者进入圣剑山庄 庄主已经双腿近短 他去救圣南 情急之计 机关启动 他坠入陷阱 再看周围 中原高手已经一网打击 方丈与平原刀客也在其中 此时密室大门敞开 庄主架拐走了剑篮 剑圣此时才知道 是中了计 原来圣剑庄先祖 是第一届代表中华初战者 一时风头无二 可自己双腿残疾 膝下又只有一个女儿 山庄从此没落 为此之号联合东营高手 赢下决斗 重振雄风 然而圣南对此毫不知情 剑圣中高手失踪 他却报告爹地 直接撞破庄主和金田八密谋 一怒之下打开密室 送出了众多高手 庄主不肯善罢甘休 活着离开 山庄必定身败名列 局间刺向剑圣 可江湖新人换救人 很快就落了下风 圣南为安抚爹地 答应和剑圣决斗 谁知庄主不讲武德 一剑刺去 竟然刺死了自己女儿 而与此同时 其余高手也没能逃走 金田八趁其虚弱 将他们用箱子转移到日本 抬头一看 公本已经守在半路 武士知道 全被你们败坏了 一人独占百余忍者 树林中刮起狂风 血雨腥风 此时剑圣也追来 东营忍者没有一个能活着逃离 而众言众高手 也终于获救 一场世纪之战变成了一场闹剧 剑圣告别公本 起身要走 可今日是决斗之日 公本怎会善罢甘休 可决斗已毫无意义 剑圣准备离去 公本一跃而起 向方正刺去 剑圣深知 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为避免更多牺牲 此战必无可避 海边礁石之上 两大高手相对而立 公本带着飞胜即死的信念 一刀刀砍去 不料中国剑法讲究臂气锋芒 接力打力 即便剑圣多多忍让 公本还是不敌 剑圣决定饶他一命 只好将他踢下大海 谁知他不死心 双脚载他刀 一跃而起 背靠阳光 朝着剑圣砍去 剑圣左肩膀血流如注 忍痛跃起 一剑刺中公本 双方剑气剧烈碰撞 脚下的胶石也承受不准 瞬间碎裂 剑圣一剑扎紧岩石 救下公本 却被公本手中的刀刺中肩膀 公本内疚 为了公平 一刀刺中自己肩膀 剑圣知道今日生死必无可避 公本再次举刀砍来 剑圣挡住刀脚 却被公本抽刀刺中 他左手握住刀 一剑刺中公本要害 公本旋转刀锋 切下剑圣手指 再一抬 切下剑圣右臂 但很快意识到 要害被刺必死无疑 是我输了 但身死不能倒下 将脚定在了这胶石上 面向故乡的方向 直是死去 一代爵士高手 只为一个虚名 就此死去 所谓偏执地坚守自己原则 而看不到西武之人的大意 不知是不是值得同情 虚名